我比柳如烟小四岁 他追了我六年 我们才步入婚姻殿堂 他很珍惜我 说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人 可后来 我听到他和朋友的对话 我从来不把25岁以上的男人 放在眼里 温之言再帅又如何 天天看着同一张脸 只会觉得逆烦 现在看到他我都提不起劲 感觉他无趣又无聊 还是外面的小奶狗 能带给我刺激和新鲜感 柳如烟一次背叛 终身出局 我不会为了七年的感情 浪费我的一生 凌晨两点 柳如烟才回来 他在床边看了我一会儿 叹了口气 又出去了 其实我没睡着 我起身去了客厅 隔着窗帘 我听到他跟朋友电话抱怨 幸好他睡了 真怕他让我履行夫妻义务 我现在根本不敢进卧室 再帅又如何 整天对着同样的一张脸 我对他早没有兴趣了 外面的小奶狗多香啊 一口一个姐姐疼我 姐姐爱我 新鲜又刺激若不是亲耳听到 我都不敢相信这样残忍的话 是一向眼中只有我的柳如烟说出来的 我们已经两个月没同床了 柳如烟最近特别忙 几乎每天都加班 偶尾还要出差 他说不想吵醒我 所以干脆睡在书房 我还傻傻地以为他是关心我 体贴我 没想到他只是嫌弃我 不爱我了 趁着他去洗澡 我翻看了他的手机 柳如烟的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 这一点几年来从未改变 他的聊天记录最上方是只卡通小狗 他们的对话框很干净 只有对方不久前发过来的一条信息 我也爱你 简单的四个字 却让我的手止不住颤抖 原来这就是他的小奶狗 我点进对方的朋友圈 他的封面竟然是和柳如烟的贴脸合照 虽然柳如烟只露出了半张脸 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男孩染着蓝色头发 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朝气蓬勃 的确年轻又帅气 他的朋友圈内容很丰富 最新一条就在今晚十点 十指紧扣的两只手 在洁白的床单上引人遐想 而女生手指上的那枚戒指 正是我当年我亲自给柳如烟戴上的 我来不及伤心 快速地往下翻 5月20日 他晒出了一块名牌手表 和一张5200的转账记录 今晚要让他下不了床 我想起那天 我订了烛光晚餐 想和柳如烟庆祝520 但柳如烟临时接到通知 去外地出差了 隔三差五的秀恩爱 看到我眼花缭乱 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4月1日这天 他晒出的图片是自己性感的猴杰 旁边还有一颗新鲜草莓 他终于是我的老我想了想 柳如烟就是那天开始不让我碰他的 我将他们的往来转账 一一拍照留存 随后把手机放回原处 自己回卧室睡觉了 次日清晨 我是被柳如烟闻醒的 迷糊中想起昨晚他说过的话 我一阵反感 推开了他 他却没察觉我的异样 老公 早餐做好了 都是你爱吃的柳如烟 在我脸颊上又亲了一口 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声音易如既往的温柔 柳如烟离开后 我看着餐桌上热腾腾的食物和牛奶 思绪飘回了七年前 初见柳如烟是我大一新生报名的那天 我的行李箱被匆忙路过的学生撞开 里面的衣物用品散落一地 他帮我收拾好行李 还带我找到了宿舍 我以为我们只是短暂的交际 没想到之后的三个月 我总会在校园各个角落偶遇他 他总会调戏班叫我一生学弟 在一次体育课上 我因为起碗没吃早点 胃痛被送进了衣物室 是柳如烟一直陪着我 照顾我的 自那以后 他每天都会带着早点守在我的宿舍楼下 室友羡慕到 学姐对你这么好 人又漂亮 你还不赶紧从了他 我摇头 并不是嫌弃他年纪比我大 而是我自己现在没有能力和实力 去保护爱护一个女生 后来他毕业上班了 经常会回学校看望我 买衣服 买鞋子给我 周末还会邀请我去他的出租屋 亲自做饭给我吃 每当我惭愧地低下头 说自己配不上他时 他总会对我露出笑容 你不用有压力 我就是想对你好六年的体贴入微 我终于还是沦陷了 柳如烟曾说 他要为我做一辈子的早餐 看啊 多体贴 多温柔 心都不在我这里了 却还记得对我的承诺 若不是相册里 他和小奶狗的甜蜜合照 还有大笔的转款截图真实存在 我甚至会怀疑 昨晚的所闻所见 只是自己的一场噩梦 当晚 柳如烟破天荒地准时回家 看着空空如也的冰箱 他愣了下 随后笑道 今晚我们去外面吃吧 我知道有一家网红餐厅 我摇头 打断他的话 我吃过了 他这才看到茶几上 有一碗吃剩的方便面 他故作称怒 垃圾食品吃多了对味不好 你不怕又去住院吗 因为读书的时候 总是不按时吃饭 所以我患上了慢性胃炎 经常因为胃痛 半夜跑去医院 我善善一笑 无所谓了柳如烟 钻进我的怀里 他很美 时间仿佛没在他脸上 留下岁月的痕迹 虽然他已经29岁了 可看起来 还是和大学时期一样漂亮 他撒娇道 放心吧 你是我老公 就算你身体不好 我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说着 他点起脚凑近想闻我 感觉到他浓烈的需求 我不动声色地避开了他的索取 我很累 不想来柳如烟也愣住了 显然他不太高兴 却极力地忍耐着没发脾气 我厨房洗碗的时候 他接了个电话 随后拿起沙发上包包 公司那边有急事 我得去一趟 你别等我洗好澡 刚躺到床上 手机响了 是个本事的陌生号码 我接听后 对面却是一阵沉默 我以为是恶作剧 刚准备挂断 就听到手机那头 传来柳如烟的笑声 一天没见 就这么想我 男孩声音沙哑 想到姐姐还要回去 陪那个无趣的老公 我就难受 一阵接吻的喘息声 柳如烟的呼吸 越发的急促 这个时候 就别提他了 姐姐 今晚你是我一个人的 接下来的他们对话 令我瞠目结舌 幸好我再听到柳如烟的声音大课 就按下了录音 后来我在社交软件上 搜索这个号码 意料之中 是柳如烟 养在外面的小奶狗 我随手点了添加 很快 他也通过了我 很明显 他知道我的存在 是特意来跟我炫耀的 刚到公司 我收到了柳如烟 给我订的一份营养早餐 他给我打了电话 老公 我被临时叫着出差了 这几天恐怕不能回去 给你点了你最喜欢的那家瘦肉粥 趁热吃啊 嗯挂了电话 我随手翻看了下朋友圈 果然小奶狗也更新了动态 一顿丰盛的早餐 并配文 亲手为你做早餐的人 一定很爱你 曾经我也以为柳如烟只爱我一人 同时看到我桌上的粥 羡慕不已 这么体贴温柔的老婆 去哪里找啊 是啊 在外人看来 能找到柳如烟这样 能干又体贴的老婆 已是男人最幸运的是 她长得漂亮 工作能力强 得上司青睐 前途无量 可我也不差 读书的时候 我就是笑草 成绩名列前茅 毕业后 我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努力 成功进入行业巨头公司 并一路晋升 见同事对着我那碗粥流口水 我道 没吃早饭 那你拿去吃了吧 她满脸惊喜 温总 你老婆送的 你舍得给我吃 我微笑 拿去吧 我吃过早餐了这种虚伪的爱 我温知言才不稀罕 从小奶狗频繁更新的朋友圈 我掌握了他们这些天的动态 柳如烟带她去了游乐园 陪她玩了过山车 大摆锤 跳楼机 一类刺激的项目 甚至还帮她在大学城附近租了一套公寓 我想起刚交往的那段时间 我们也去过游乐园 那时候我想玩过山车 拉着柳如烟陪我一起 可她却死活都不上 说她很害怕 一辈子都不会玩这些项目 可如今 她却愿意为了她的小奶狗 打破自己的原则 我没有愤怒 没有悲伤 而是把柳如烟出轨的证据 都保存了起来 柳如烟再次跟我联系 是第三天的晚上 老公 我发现一家日式料理很不错 下次我们一起来 我只觉得好笑 她刚带小奶狗吃完了日料 就想到了我 我是不是还应该感动 我没拆穿她 而是故作惊讶 你回海城了 她顿了顿 不自然地笑道 还没呢 同事推荐的 想跟你去尝尝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的声音有些动容 老公 想我了是不是 今晚我就回来 我不置可否地摁了一声 其实柳如烟出差的这段时间 我已经从那个所谓的家里搬走了 单位给我们分了职工公寓 我不是无处可去 所以当柳如烟满怀期待地回到家 却没看到我时 她就有些生气 温志言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不在家 哦 我在外地出差 她有些咬牙切齿 上午怎么不告诉我 是啊 如果上午说了 说不定她还要再出差几天 陪她的小奶狗 我下午才被安排出差的 她呼了口气 声音缓和了一些 明晚能赶回来吗 怎么 林姐过生日 约我们庆祝 我淡淡道 跟林姐说一声 我去不了 摁柳如烟的声音里 听不出喜怒 什么时候回来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去接你好当晚 小奶狗主动给我发了一张自拍 自拍里 她穿着的那件男士睡衣 是我的 而照片背景 是我的卧室 我强忍着恶性 将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拿出来看了一遍 又做了些修改 此日晚上 小奶狗又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林姐一群人在庆生 看来柳如烟带她去参加聚会了 紧接着 她发来一条挑衅的信息 大哥 你可真能忍啊 我扯了扯嘴角 套上外套 出门 柳如烟 不知道等会儿见到我 你会是怎样的表情 到了酒吧 刚出电梯 迎面撞上一个冒似的男孩 她脚下一滑 差点摔倒 我本能反应地扶住了她 她笑着跟我道谢 两只眼睛弯成月牙 原来是她 柳如烟的小奶狗啊 她看了我一会儿 兄弟 是来这里泡妞的 我从来不在朋友圈发自拍 微信头像也是风景图片 也难怪她不认识我 她很热络地跟我聊天 我跟女朋友过来玩的 兄弟 你女朋友也在里面 我摇头 一个人 她对我眨眨眼 这家酒吧的小姐姐都很顶哦 你长得这么帅 有看上的必定手到擒来 我看了眼时间 谢你吉恩她的目光 落在我手腕的那块定制手表上 眼睛亮了亮 哇 兄弟 你这块手表很酷叶 在哪买的 我让我女朋友也给我买一块 的确是个年轻又有活力的小男孩 也难怪柳如烟对她流连忘返 我摘下手表 送你把她一副吃惊的表情 真的 兄弟 你也太好了 嗯 戴腻了 她不宜有她的 将自己的手表换下 戴上我送给她的那块 这块手表挺贵的 是柳如烟用她赚到的第一笔钱 给我定制的 我一戴就是五年 曾经是若珍宝的东西 如今丢掉才发现 没什么是割舍不了的 小奶狗似乎真的很开心 对着手表各种打量 爱不释手 我悄然地离开了 在他们经常聚会的包厢门口 我听到了里面传出的对话 如烟 你完归完 怎么还把小情人带这里来了 柳如烟声音有些无奈 她吵着要来 我也没办法 你就惯着她吧 当心被你家温先生发现 柳如烟沉默片刻 失笑一声 都说男人只喜欢18岁的漂亮女生 可我也只对18岁的活力小男生感兴趣啊 我才不把25岁以上的男人放在眼里呢 小奶狗小狼狗什么的 多刺激啊 我对温之言早就腻了 我的手指颤了颤 曾几何时 柳如烟也埋在我的怀里 无比真诚地对我说 之言 你是我费尽心思 好不容易才追到的男孩 我保证对你一心一意 只爱你一人 这时小奶狗也回来了 看到我还有些惊喜 兄弟 好巧 又见面了 说着他推开包厢的门 冲进去一把搂住柳如烟 献保似的 姐姐 有人送了我一块手表 你看 柳如烟原本甜美的笑容 在看到小奶狗向他炫耀的那块手表后 僵住了 他这才慌张地抬头 与依靠在门旁的我四目相对 几乎是同时 他一把推开了他身旁的男孩 江城 你先回去 原来小奶狗叫江城 包厢里的气氛 一时间压抑到了极点 林姐一行人面面相去 随后林姐开口打圆场 小恩 这是个误会 你听如烟解释 我微笑着看到柳如烟 他朝身旁的男生低声呵斥 还不走 这个小男生也挺有趣 知道了我的身份 非但没落荒而逃 反而寸步不离地站在柳如烟身旁 他毫不惧色地看着我 眼神净透着一丝得意和脚下 看来是我低估他了 说不定他是故意到门口跟我来了一场偶遇 不用回避 我和江兄弟早就认识了 不是吗 我挑眉看着江城 江城立刻仓皇地看向柳如烟 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 柳如烟很快镇定下来 温之言 有什么冲我来 江城还是个学生 你别迁怒他 呵 没想到他还挺护着小奶狗的 我也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了当 我只需要你签个字说着 我拿出离婚协议书 交给柳如烟 他的手势颤抖的 却极力地表现出冷静 凌桀也慌了 劝道 之言 别冲动 如烟只是喝醉了我摇摇头 他们在一起两个月了 这回凌桀也没办法继续冤谎了 柳如烟看着我 声音有些沙哑 你早就知道了 这段日子 却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难道要他希望我拆穿他 然后第三下四地求他回到我身边 我扯了下嘴角 他紧咬着红唇 所以 出差是假 给我下套才是真 凌桀拉住柳如烟 示意他别再说了 我却没继续沉默 柳如烟 你才是婚姻过错方 没什么好委屈的柳如烟一咬牙 连写一书上面的内容都没看 就翻到最后一页 签了字 随后他牵起江城的手 我们走 林姐急得想去把他拽回来 被我阻止了 我了解柳如烟 他骄傲自负 从不轻易认输 尤其是在这群姐妹面前 正因为如此 我才选择在今天拆穿他 这样即使他不同意 也会因为面子答应离婚 其实今晚比我预想中还顺利 至少没有争吵和纠缠 就让他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之后两天 江城总会时不时地发些自己和柳如烟的照片给我 我没理会 至于为什么还不删除他 是因为虽然柳如烟签了字 但毕竟我们还没去民政局 不算正式离婚 所以有关他出轨的证据 于我而言当然越多越好 这天晚上江城给我发了一张自己和柳如烟在酒吧喝酒的照片 我想着既然柳如烟不在家 我正好可以过去拿些东西 等我打开家门时 却看到柳如烟坐在昏暗的房间里 面容有些憔悴 他不是应该和江城在酒吧嗨皮的吗 既然碰面了 也没有躲的必要 我说 回来拿些东西 他看了我一眼 声音干涩 非要离婚吗 我好奇地看着他 你都签字了等我从房间里收拾好东西出来准备离开 柳如烟叫住了我 我已经和他断了 所以 能不能不离婚 柳如烟说着 往我手里塞了一件冰冷的物品 我摊开手心一看 是那块手表 他从江城那要回来了 柳如烟声音有些急切 直言 原谅我这一次 我心里最爱的始终都是你啊 他的样子不像是说谎 我也看得出 他这几天过得肯定不好 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诞生到 柳如烟 我曾说过 一次被判 终身出局 所以 尽快约个时间 去民政局把我说着 毫不留恋地将手中的物品丢进了玄关旁的垃圾桶内 直到离开 我都没回头看他一眼 让我没想到的是 江城竟然主动找上了我 周五下班 公司楼下人也多 忽然有人冲过来拦住我 江城理智气壮 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兄弟 你就成全我和姐姐吧 我一头雾水 我不是已经退出了吗 姐姐喜欢的人是我 为什么你非要缠着他 我被他逗笑了 我缠着柳如烟 看来是柳如烟要跟他断绝关系 他急了吧 那么前几天 说不定也是他拿着曾经的照片在自导自演 他毫不在意围观的旁人 阵阵有词 兄弟 看你长得不错 工作也不错 为什么非要跟我一个大学生抢女朋友呢 你也不怕被人笑话 这下我是真的笑了 一个花女人钱的男小三 现在却反咬一口 恶人先告状 还想搞出我的名声 我淡然道 江晨 你的班主任和同学 知道你被富婆包养了吗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不过你的演技的确不错 不愧是表演戏的学生 我的嘲讽和戏谑让她一阵惊慌 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跑了 当天晚上柳如烟就打电话来质问我 我承认 做错事的是我 但我已经和江晨断了 你为什么还那样做 我饶有兴致地问道 哦 我做了什么 柳如烟气急败坏的 你威胁她 要把我们的事告诉她学校 她还是个学生 你这样会毁了她的 我都跟你道歉了 这件事和她无关 你能不能放过她 我笑了 不能江晨这个人 说她聪明 她又有些笨 什么都在朋友圈炫耀 我刷到过她上课发的定位 再加上知道了她的名字 想查出她的底细很容易 第二天 我就将江晨起诉了 那些转账和聊天记录都是证据 柳如烟转给她的钱 全部都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她必须把属于我的那份还回来 第三天 柳如烟再次找到我 她又是气恼又是沮丧 我同意跟你去民政局 这样你满意了吗 我挑眉道 行 现在就去手续进行得很顺利 柳如烟并没有对我提出的财产分割有意义 从民政局出来 柳如烟脸色很难看 为了逼我离婚 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转身看着柳如烟 忽然发现她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聪明 江晨告诉你 我起诉她 是因为你不肯离婚吗 难道不是 我叹了口气 我不过坐实了 她说的慌疤了 怎么你就坐不住了 柳如烟神色微变 你什么意思 我笑了笑 觉得也没必要再瞒着柳如烟了 我把江晨发给我的那些挑衅信息和图片 一一转发给了她 包括最早那段电话录音 我朝柳如烟笑道 替我谢谢江晨 帮我收集了那么多证据 让我争取到最大利益下个月 记得准时过来领证 我笑着上车 绝尘而去 对江晨的起诉 我并没有撤销 这是她理应面对的后果 我给过她机会 本不想再追究 奈何她一次次的挑衅 毫不收敛 我并非一个不计前嫌 宽宏大量的人 不过没多久 江晨就把钱还清了 至于那些钱是她自己凑来的 还是谁给的 跟我也没关系 柳如烟找过我好多次 都是在忏悔 她说她是鬼迷心窍啊 她只是想找点刺激 她的心里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个 她不知道是江晨挑衅我在先 她说自己是被对方天真的外表给骗了 我冷声道 但你背叛我 出轨在前是事实 现在这样推卸责任 真让我看不起你 一周后 公司组织聚餐 我心情不错 喝了些酒 是刚进公司实习的小助理杨烟开车送我回家的 下车后 我跟杨烟道谢 却被守在我家楼下的柳如烟撞见了 她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质问我 这就是你非要离开我的原因 杨烟才来公司不久 并不知道我已婚 更不知道我正在离婚 她以为柳如烟是纠缠我的人 于是冲上前道 温总 男生在外面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我忍不住赤笑出声 她这服天真的模样 的确和当年的柳如烟有几分相似 那时候我毕业刚踏入职场 也被公司的老员工职场欺凌过 那天下班 几个老员工把手上没做完的事都丢给我 让我独自加班完成 当天我和柳如烟有约会 已经快迟到了 于是婉拒了他们 结果他们不依不饶 偏说我工作不卖力 明天就要去老板那告我 将我辞退 面对这些职场老油条 我进退两难 没想到柳如烟来公司接我 目睹了一切 她直接躲在门后 将那几个员工威胁我的话 录了下来 并且打开了公放 我和你们老板可是有合作关系的 如果我把你们欺负我男朋友的事告诉他们 你们全都吃不了兜着走 那几个老员工吃了扁 忙向我道歉 柳如烟帮我化解了困境 当时她搂着我的胳膊 笑得开心 直言 你是我男朋友 我肯定照着你 那一刻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甜蜜 就你 柳如烟鄙夷的看着杨烟 你知道我是直言什么人吗 柳如烟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我叹了口气 温生对剑拔弩张的杨烟道 杨烟 她是我朋友 我们有点误会 你先回去吧 杨烟还是一脸担忧 真的没事 我笑道 没事 今天谢谢你 温总 如果有我能帮忙的 你千万别见外友我点头 杨烟这才驾车离开 柳如烟嗓音委屈 她是谁 我看着她 淡淡一笑 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很可爱对吧 今年刚满19岁 柳如烟以为我是默认了自己和杨烟的关系 脸色苍白 你怎么能随便相信那种小女生 你不怕被骗吗 我笑得更开了 语气中带着一丝细血 就像你一样嘛 柳如烟一时雨色 脸色微变 我学着她之前在包厢里的语气 失笑一声 谁不喜欢18岁的漂亮女孩啊 你都快30了 柳如烟捏紧拳头 显然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所以 你是故意为了报复我 我摇摇头 柳如烟 你太自以为是了 你自己先背叛了我们的感情 出了鬼 所以现在急切地 想给我案个同样的罪名 这样可以让你的负罪感减轻一点 是吗 如果这样想能让你早点放下 那就是把我转身要走 柳如烟却慌了 芝言 我相信你的 我一直都相信你 我冷淡的 曾经 我也相信你扮上 柳如烟才雅声道 对不起 是我辜负了你 但是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七年的感情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已经和江晨彻底分了 我保证 不会和她再有任何联系 她也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会来骚扰你 我们可不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之前 明明我们关系那么好 说着 她眼眶泛红 里面泛出湿润的泪光 我想起两年前 我向柳如烟求婚的那天 她落下了幸福的眼泪 她说自己从第一次见我的那天 就喜欢上我 心里只有我 可是她比我年长 其实心里是有些自卑的 那时候她都大四了 马上就要毕业了 而我才大一 喜欢的我的女孩那么多 她很担心我被别人拐走 所以她每天围着我转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能开心 虽然我一次次地拒绝她 但她还是努力了六年 这六年 没有白费 所以她开心地哭了 我想此刻 她是真的悔恨了吧 可她不知道 令我对她心灰意冷的 并不仅仅只是因为一个江城 我深吸一口气 柳如烟 我今年二十五了 她紧张地看着我 似乎在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你从来不会把二十五岁以上的男人 放在眼里 你觉得我很无趣 面对我这张脸 你只觉得兴致缺缺 我没办法像那些小男生一样 带给你新鲜感 刺激感 柳如烟眼中的期盼 渐渐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灰败 我的声音依然冷淡 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是你追求我的 是你信誓旦旦地说 这辈子你只爱我 我没有逼你 没有要求过你什么 一切都是你自愿的 但后来 你做着背叛我的事 还把我说得那么不堪 柳如烟 你真的让我很恶心 这一次我离开 柳如烟没有再追上来 一月的期限到了 约定领证的这天 柳如烟却迟迟迟未能联系上 林姐给我打电话 说柳如烟服下了过多的安眠药 刚送医院抢救 让我赶紧过去看看 我赶到病房 柳如烟一脸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迷迷糊糊中还叫着我的名字 林姐将一个空的药瓶拿给我 她说柳如烟刚做完洗胃 现在还不太清醒 据她说 她上午去柳如烟家拿文件 结果发现她家门是开着的 进去就看到柳如烟 歪着身子躺在沙发上 手旁还放着一个空了的药瓶 怎么叫她都没有反应 幸好送医疾时 保住了命 林姐看了我一眼 劝道 如烟是真的知道错了 她舍不得你 我谢过林姐 让她先去忙 我在这里守着柳如烟 林姐离开后 我坐到柳如烟床边的椅子上 拿起旁边一个苹果 慢悠悠地削起皮 苹果削好 柳如烟眼珠动了动 悠悠转醒了 她看到我 委屈地扁了扁苍白的嘴 声音非常虚弱 老公 你来了 我一想到未来生活中没有你 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我离不开你 她说的真切 眼中含泪 我把苹果盛一块块 放到她口边 她满脸欣喜 还是老公对我最好说着 就咬进嘴里 等她吃完两块 我才缓缓开口 洗过胃 24小时内是不能吃东西的 医生没嘱咐你吗 柳如烟愣住了 嚼着苹果的嘴巴也不动了 我继续道 我来之前问过朋友 今早医院只有三台洗胃手术 都是男病患 我的一个朋友 就在这个医院工作 何况 我拿起柜子上 那个空了的药瓶 不是你亲手把这药瓶里的安眠药 都换成维生素C片的吗 上半年为了晋升 工作压力大 我时常失眠 所以让朋友帮忙 开了一瓶安眠药 只吃了两天 柳如烟就有意见了 她说安眠药吃多了 有依赖性 对身体不好 后来我发现她偷偷将我的安眠药 替换成了维生素C 那时候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所以没有拆穿她 可她现在却拿着这瓶药 试图来驳去我的回心转意 见我站起身 柳如烟荒了 她立刻坐起身 拉住我的手 直言 是我错了 我只是不想和你分开 太言辞恳切 我真的知错了 你知道的 我好面子 所以那时候 我为了面子 才口不择言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那时候我捡到了江辰的学生证 这才认识了她 我觉得她看着很像当年读书时期的你 加上她对我纠缠不休 我一时间没有把持住 那一晚 我和江辰在一起的时候 被灵姐发现了 我是为了面子 才在电话里跟她那样说的 我心里根本没那样想过 我静静地听她说完 也终于明白了前因后果 可是 柳如烟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说过的话 做过的是负责我轻轻地掰开 她死死拽着我的手 声音很是平静 柳如烟 若是不离婚 以后只要看到你 我都会觉得你很脏 很恶心 你做过的那些事 说过的那些话 每天都会在我脑海里重播 让我恶心一遍又一遍 这样只会让我更恨你 柳如烟 你希望我越来越讨厌你吗 柳如烟沉默了 我叹了口气 如果身体没问题 就跟我去把证领了吧 这次柳如烟没有再找借口 而是掀开被子 起身 穿鞋 从医院到民政局的路上 柳如烟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们很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 从民政局出来 柳如烟终于开口 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我没有犹豫 不了 毕竟分手没有朋友 何况 柳如烟的唇都白了 一脸紧张地听我说话 我申请了外调 这周就会离开海城 再见了 柳如烟等我走出很远 才听到身后柳如烟略带颤抖的哭声 温之言 对不起 他仿佛用尽了力气一般 我会在这里等你 我没回头 只是抬起手 轻轻挥了挥 我的人生只会向前走 去迎接自己更好的未来 柳如烟的自诉 宇温之言婚后第二年 我们的夫妻生活出了一点小问题 他为了晋升 压力很大 工作很忙 对我就有些敷衍 我很努力地理解他 体谅他 但没能得到安抚的心 却越来越焦躁 那个周末 我约他去看最新上映的爱情电影 还订了情侣酒店 也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让他放松放松 结果在电影开场前两分钟 他才告诉我 他要加班 来不了 虽然他在电话里跟我道歉了 但我还是觉得很生气 很失望 最后只能独自一人兴致缺缺的看电影 电影播了十分钟 有个大学生躲到我旁边 问我能不能坐我旁边的空位 他穿着一件白色T恤 休闲牛仔裤 浓眉大眼 电影院的灯光很暗 光影下 我竟觉得他很像大学时期的温之言 我点头了 反正温之言不会来 位子空着也是空着 电影散场后 我等大家都走得差不多才站起身 然后我看到了旁边的座位上掉落的一张学生证 证件照上 南海五官端正 浅浅地微笑着 仔细看 他和温之言长得完全不一样 却是个很帅气的小男生 后来我去了他学校 找到他 将学生证还给了他 本来以为大家的接触仅限于此 可他却问我要了手机号 没过两天 我接到江晨的电话 说要请我吃饭 那天温之言正好去外地出差了 我一个人也懒得做饭 于是答应了江晨 他把我约到学校门口的小吃街 带着我在路边摊吃了麻辣烫 曾经读书的时候 我也经常在校园街边吃饭 可后来温之言都胃不好 为了他的健康 我们再也没吃过这些路边摊了 所以和江晨在一起的时候 我竟然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 江晨很活泼 很天真 对我又有强烈的占有欲 他会把他吃过一半的串串 递到我嘴里 还会帮我擦去嘴旁 沾上的辣椒酱 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多 他会把自己每天的 学习生活动态分享给我 一开始我并没有多想 只当是交到了一个小朋友 打发时间而已 忽然有一天 江晨跟我告白了 我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马上告诉他自己已婚 和他没有可能 我甚至果断地从好友列表删除了他 愚人节的那天 我接到江晨的电话 他说他在某个酒店里 如果我不去的话 他就不活了 我明明可以选择报警 也可以让朋友过去的 但我却还是自己去了 事实上江晨骗了我 但我也猜到了一二 愚人节 哪有这么巧 我不过是给了自己一个去见他的理由 江晨抱住我 不让我走 让我心疼心疼他 我没有控制住自己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 我明知道这样做不好 却还是一遍遍地背叛了温之言 每天回家看着温之言 我都觉得自己就是个当府 我不止一次想断了和江晨的联系 可他总能变着花样让我一次次的妥协 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我一边怀着对温之言的愧疚 一边享受着江晨带给我的刺激 直到有天晚上 我和江晨在一起的时候被林姐看到了 我心虚不已 可因为好面子 不愿意向林姐承认自己有错 所以我将所有问题推到了温之言身上 温之言很无趣 我腻了 说出这些刻薄难听的话后 我就后悔了 所以给他做好早餐后 我便借口离开了 一天都无心工作 我想了很多 我觉得这段时间为了寻求刺激 忽略了对温之言的关心 我决定回归家庭 彻底和江晨断了关系 这天我早早地回家 我向他示好 毕竟我们已经两个月都没拥抱了 我非常想念他 可他却推开了我 这一刻我真的很生气 我都回心转意了 他却依然对我爱理不理 这时候江晨又找上了我 有一大半原因是赌气 我离开家 再次陷入偷欢的愉悦里 放纵几天后 心里还是想念温之言的 兴致勃勃地回到家 温之言却不在 他说他出差 以往他都会提前告诉我他的行程的 我又是一阵憋屈 恼怒之下 我将江晨带回了家里 我们在卧室的床上疯狂缠绵 我幻想着他就是温之言 我一次次地告诉自己 必须在温之言发现之前 结束这段荒唐畸形的关系 可是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当温之言出现在包厢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这辈子 我再也无法得到他的原谅了 全文完 我再也无法得到他的原谅了